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段时间我以前的节目《全球瞭望》也都有访问过他 杨教授欢迎来到郭崇文会客室 你好 崇文兄 各位观众好 杨教授我知道您一直是在做解放军这方面的研究 对于整个台湾的军事安全有自己的很高的兴趣 跟自己的专业 是不是先谈一下你为什么会对于整个军事安全 有这样的研究兴趣 现在您现在在主持的CAPS 中华民国高等政策研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智库 活动情况是怎么样 好 我来跟您跟那个大家来稍微就是说一下我们这个民间的这个研究解放军智库的一个起源跟他的一个重点 事实上这是源自于那时候在中山大学大概三十多年前 1986年87年的时候 我们前理事长杨仁旭教授他已经过世了 那那个时候他就是在中山大学要推动这个中国现代化的研究 那个时候是宋文研究所中山研究所 那么在那个时候各位都也知道说中国刚开始进行四个现代化 那么这四个现代化里面军事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几乎是空白的 但是世界上没有什么研究在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这边大概也没有民间会去重视这一块 因为得不到资料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一块很重要 四个现代化里面 这个军事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是不能够不被重视的 那就在这样一个构想之下 我们就跟那时候的国防部提出这样一个希望能够 国军跟民间能够合作研究这个解放军现代化的这个问题 那对我们的这个安全的影响 对周边的一个太平洋周边的影响是如何 那那个时候国防部也很有兴趣 认为说能够这个结合民间的一个学术的力量来研究这个问题 可以引起大家对这方面的重视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研究计划 那么这个研究计划刚开始做的时候 当然我们也是摸的石头过河 因为资料都不是很健选 那我们也结合国外一些研究解放军的一些学者 那我们那时候刚起步 我们就跟国外像美国像以色列 像有很多其他的国家 去搜寻这些专家 他们研究解放军的这样一个能量 所以我们那时候开始就走这一个国际的一个链接 那我们就用会议就去举办这个学术会议啊 来去做这个解放军研究 那么就是滚动式的 所以那在中山大学这个研究计划 后来因为我们这方面刚起步 那全世界大概也没有做这方面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能量 那我们做了这样一个连结以后呢 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兴趣 尤其国际上兴趣很大 那我们就把这个研究计划就扩大 扩大设立一个民间的事故 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中华美国高能生成研究协会 那就把这个计划从高雄中山大学 这个就搬到台北来 那这样子它的活动能量就比较大一点 所以高能生成研究协会是从1991年成立 到现在已经是30年的一个光景了 每一年我们都举办这个国际性的解放军研讨会 那么就是不断的在这个吸收国外的专家学者 来去共同的参与 那所以这个国际研讨会呢 变成全世界非常重视的一个学术的研讨 那当然我们把我们的所发表的一些学术论文 也把它出版 所以30年来逐渐的累积了很多的这方面的能量 包括我们对于人才的培养 年轻的学者参与 所以就有这个平台呢 把国际上不只是只有美国 日本韩国 东南亚欧洲 他们就一起很大训练 当然现在的互联网就更能够增加这方面的互动了 所以我们就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去增加对解放军的一个研究的这样的一个论述 那么过去30年来也累积了不少的一些我们这方面的研究的成果 所以在各大的学术机构 国外的 那以及这个智库呢 那对于 当然最近 最近10年来 解放军的这样的一个 不断的那个扩张他的实力 15年来 这个军事变革以后 大家都对解放军很重视 所以这个对解放军的讨论的能量是变成一个事实上的一个显学一样 所以我们觉得这也很骄傲 就是说我们累积了这样的一个对解放军研究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出来以后呢 能够练习了这么多的平台跟学术 事实上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起步呢 能够创造这样的一个环境呢 我们也觉得是非常的有成就感 我接下来就想问 就是因为当然解放军的研究跟台湾整体的防卫是息息相关的 您后来也在国防部 后来也在国安会 都是跟这个是有关的 我想特别想问您的 就是最近有一些讨论 这个讨论当然是跟一个概念叫做overall defensive concept 就整体防卫构想 我想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这样的想法 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参谋总长李喜明 他把这个词特别提出来 那我的理解是希望能够建立不对称的战力 这个是整体防卫构想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不要把钱花在华而不实的一些武器项目 我知道是对于像国建国造要盖潜艇或者是要国机国造做这个高叫机 乃至最近的一个采购自走炮啊 其实在整体防卫构想里面都认为这是一个华而不实的一个武器项目 你能不能谈一谈 就是目前这个整体防卫构想在我们的国防建军里面 是不是还有占有他的地位 然后这个跟我们似乎现在做的事情似乎有一个脱节的一个或者是民不服食的一个情况 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现在这个我们用这个名词叫整体防卫构想 就是ODC 他是有他的一个来路去卖的 我记得我在2009年这个加入国防部服务以后 我因为我主管的这个部门跟业务的事实上就直接就涉及到这一个 所谓台平整体防卫的一个提升的下一个计划 背景就是因为两岸的军事实力的不平衡落差太大了 我们的资源也是有限 大陆正在崛起 那他们不管是在国防预算或整个军工企业 或者是整个的一些军事的一个扩张 比我们的速度是快很多 而且能量又很足 那鉴于这样一个背景 我们不能够跟中共解放军做军备竞赛 没有这样的条件 所以我们必须要一个新的思维 怎么样利用所谓 刚才您听到了 不对称的一个战力的提升 让我们能够足以告诉解放军说 即便你用实用武力 我们的不对称的战力的提升 能够很充分的进行台本金马的防御的工作 你没有这个能力 用军事的一个手段来攻占台湾 那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我们就跟美方进行这个所谓 不对称战力建构的一个讨论 那时候讨论非常的积极 而且双方各自组成一个联合小组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研究跟讨论 那美国国防部也非常重视 因为这个是在不断的双方在这个政策层面 接触以后定下的一个共识跟这个结论 所以我们就进行的所谓建构中华美国国军 不对称战力的这样的一个积极的讨论的工作 所以它的时序上来讲 至少从2009年到今天为止 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 所以它的核心是如何强化台本防卫作战的 不对称战力让中共不离得逞 所以我们有什么冰海作战 摊头见面或者是什么这些名字都有 所以在这个不断讨论过程当中 如何建构不对称战力 那精巧强而且要cost effective 就是我们投资的一定要有发展的效果 那我们刚才前面提过 我们资源有限不能做大量的投资 所以我们必须要炒精巧强 过去前政府时代有所谓的示威战 或者是什么东西 是一个就是在于就是不对称战力建构的过程当中 提出的一些概念跟名词 那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整体防卫作战 这个这样一个架构 其实它是有一个累积的效果 它的核心还是建构不对称战力 那事实上国军它是有这个脉络可循的了 所以在这时候就涉及到你要怎么样 在这个所谓建军备弹的过程当中打装编训 你要怎么打 用对称的一个力量来怎么防卫自己 那就有很多的一些讨论 包括这个要保存战力 包括这个建构这个精巧强的一些武器装备系统 包括要整个的我们在整个的组织的这个改造 或者怎么样的进进我们的这个战训的一个本物 等等的都有在讨论过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说 我们一直循着这个脉络 在进行这个投资效率高的一个部队性战力的建构 那这个原则呢应该是持续的 看着了就是你刚刚提到了 我们投资了很多的项目 要建立这个自主国防的一个军工的一个力量 包括潜舰啊 这个教练机啊 甚至于说我们在很多方面进行这个自主防卫力量 当然我们国境建筑备战的基本原则就是 我们自己能做的我们就叫做不要外购 那这是一个原则 但是有很多尖端的先进的高科技的东西 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得出来了 而且投资效益也达不到 成本化很高 所以这个东西当然经过政府的一个这个转换以后 那着重点就不一样了 那今天我们看到大家讲说 建潜舰 当然潜舰来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高挑战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个军事的品项 那可是来说它投资效益在哪里 所以大家一直在问那那你把资源都投资投入到这个建这些价格昂贵 而且技术挑战性高 而且它的这个这个成本效益呢 可能是大家主观性的问题 那可是美方跟我们在这方面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所以我们如何去利用我们的优势 结合美国愿意释出的一些军事科技 或者是说一些武器系统 然后两者结合起来 仍然达到这个投资效益高 精巧强的这样一个目标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 所以整体防卫构想 其实也是朝这方面来做的 因为我们不能够舍弃过去累积的 十几年来的努力 我们达到一个基本上 对于建构不对势战力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上的共识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 这个这条路是应该要走下去的 而不是说转移的目标 把这个优先顺序的这个打乱 这样来看的话 对我们的整体的不对势战力的建构 是会有影响 我的问题啊 就是说其实因为在军事这里面的争议 不容易说的明白 比如说老实说 我们如果有这个资源 我们当然能够自己样样武器系统自己做 当然是最好 问题是这个就是你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自己做 你必须要有一个取舍 这个这里面就有一些争议了 而且这个争议似乎现在往往往我们的讨论 就会跟人事是连在一起的啊 不瞒您说就是说其实大家对于过去一段时间 比如说国防部长沿德发 参谱总长黄鼠光乃至 呃国安会副名处长陈文正 呃他们所主导下来呃的一个建军路线 呃是一种样子 而以前的参谱总长李启明 他所提的ODC又是另外一种样子 这个呃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有不同的看法呃 所产生出来的呃 大家之间对于呃武器项目呃要不要做 也有意见不一样 呃这个问题其实存在已久了 不是说今天才发生 过去谁主制主示这个呃 我们的建军备战的一个能力的提升呃 呃这个构想所以我前面刚刚提到 呃他是一个累积性的提升不对称战力的一个呃 一个规划跟他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步骤 那当然现在的主政者跟主示者呃 呃可能他的优先顺序已经不一样了 嗯嗯那这个优先顺序不一样了 当然会呃影响到我们的建军备战跟不对称战力建构了 这样的一个批划跟他的一个发展啊 嗯嗯所以这方面是是有产生一些矛盾跟这一个呃这个这个这个问题存在 那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解决嗯那我知道的是美方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产生呢也非常的焦虑嗯嗯嗯 啊呃也认为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就把这一个呃这个这个推动不对称战力建构的方向 呃呃呃做了一个改变嗯嗯嗯嗯那当然非常的关切 嗯嗯嗯而且不断的在这方面呢呃呃要我们提出说明 那可是我们今天呢呃呃呃呃呃 政府執政以来就把优先顺序做的一个变动 就是潜见国照 因为那个潜见国照所投资的一个资源 跟它的技术的挑战性是非常高的 国外来讲 其实能够做潜见先进潜见的国家没有几个 那么都有很多的一些管制的措施 当然我们今天有很多资料是看不到 但是海军当然也是使命必达 因为三军统船那边已经做的决定 可是问题是我们经过各种复杂的程序 那么得到不同的一些合约 来提供我们所要得到的一些装备或者是系统等等的 至于说我们的一些技术人员 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制造潜见的经验 那我们必须要请国外的一些专家 那这些专家来讲也是很敏感的 那他们也不能是限职 那也可能是退休或怎么样 所以我们这个潜见国造的这个努力呢 事实上是四面八方批凑过来的 对 四面八方批凑过来就有它的一些变数存在 对对 举例来讲我们建了第一艘以后 那我们自己学到了多少 对 因为潜见是一个不像水面舰一样 潜见是一个非常严格 它的配置的部位 重量系统都要非常的严格的 否则的话会出问题了 我们能不能有把握说 经过这个四面八方不同的商员 所进来的这些设备跟系统 能不能持续 它的后续会不会再继续提供 提供规格是不是 这些都是问题 因为你规格不一样的话 你配置到潜见里面 它的它就运作就不同了 对对 比如说重量的分配也不一样了 对对 它操作的方式又不同了 所以为什么潜见这么少国家会做 就是它整体的是要一致的 包括技术人员 包括它的一些专业的一些设备等等 你没有这个技术 没有这个专业的话 它的风险是很高的 所以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 就是你投资这么多 但是最后采出的东西 是不是达到我们预期的效应 那后续它能够 是不是达到我们作战的目标 这都是到目前没有答案的问题 对 我想 我现在当然所有的这个 似乎的焦点 都是在潜见 有人甚至讲说 现在如果是政策 在蔡总统任内 可能他如果勉强我们赶进度 把第一艘建出来以后 是不是后面需要由新的总统再做评估 是不是我们要继续的建造下去 还是说我们可以考虑 现在有新的科技 可以来作为一些想象 比如说无人浅见 现在越来越小型的无人浅见 是不是适合我们台湾的水域的需求 那这些是不是要有一个辩论 还可以 大家可以来谈这个事情 你觉得 你刚刚讲的是 就是我们在讨论 部队生战略建构的构成当中 其实都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辩论 你刚刚讲辩论两个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前面讲到金巧强 你不必要做这么大量的投资 做这一个大型的潜见 当然如果你说 你要看你的作战目的在哪里 所以我们就是打装边训 就是你要打什么这样的仗 对 你潜见的人物必须要定义得很清楚 你才能说我要是什么样的潜见 你的潜见是要跑到人家家里面 去做什么事情 那是不是作战的目标 不晓得 你的潜见是说防御台湾海峡当面 他们要进行两栖登陆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他的船团都给打掉 这也是一种另外一个目标 就是太阳角色是在我们有三层或多层的防御 对不对 所以你不必要做大的潜见 那么也可以做金巧强的潜见 刚刚你提到了 就是说你无人潜见也可以 这些技术都有了 是available 那你是不是他的造价也不会 但是呢 他也发挥他的功能 那因为你台湾防御作战 要怎么样的去做一个调整 这是一个 这是整个的上层的问题 是是 现在你改变了你的这个选项 做了一个这么大的投资 那也把这个他的优先顺序做了改变以后 那你的整个 他被防御作战计划是不是要变 我们的防御作战计划是不是要调整 这都是问题 你先一把而动全身 而不是说只有看到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项目而已 所以这个东西 事实上很遗憾的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出来 学术界可以做一些辩论或讨论 然后呢 大家能够做一些观念上的沟通 那还有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我们其实也耽误了蛮久了 那是 刚才给您提到说 我们建构部队政战力已经谈了十几年了 到现在为止 不对政战力在哪里 我们还没看到 那这个投资效应 报酬的效应来讲 看不出来它的一个成果出来 那你现在来讲 那你还有这样的一个 大家观念上的这个差距存在 对我们整体的国防的建构来讲 是不利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继续的谈 我想前些时候 一批军中人士大家最注目的 当然是黄鼠光总长是不是升任部长的这个问题 那个有人提到这个人事任命就代表说 我们将来这个所有的这个目前的建军路线包括整体防卫构想可能会有一个调整 因为他没有办法升任部长 意思就是说另外一个想法可能又回来了 你觉得人事调整跟建军方向会有不一样吗 毕竟都还是蔡总统仍然在主政的期间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记得蔡总统的第二任上任的时候 谈到国防问题 他谈了四个方面 持续建构不对身战力 自主国防 还有这个要这个后备改革 然后国军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管理的层次也要做一些变动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人事变动上来讲的话 因为部长是要听参政统帅的指挥嘛 按照计划来讲 那总统已经这个这个做了四个方向的一个指示以后 那部长 我觉得国防部也必须要成总统的一个一个构想 来做一些规划或者是改革或者是经济或者是调整 那这个人事上的变动 跟总统的这个刚在这个就任以后 所指示的四大方向 有没有一些连接性 那目前做到什么地步 对不对 那其实立法院的外交国防委员会 都应该要根据这样的一个一个脉络 来询问国防部 你到底做到什么地方 那你的预算 因为立法院是管预算 国防预算 预算的投资在哪里 对不对 那这个都是我们就看不到 其实 外交国防委员会是一个公开透明的一个平台嘛 民主有私的权利嘛 但是我也看到就是凡是立法委员要咨询 关于潜见的所有的东西都被视为机密 所以很多人干脆讲说我也不要管了 这个你公文上来我就照样签字就好 我也不要甚至签都不要签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所以这个事情变成没有人监督 到最谁来负责这个事情 我是很担心整个潜见会不会变成一个大烂摊子 这个问题现在其实来讲越来越有一些负面的一些效应出现 我是觉得蛮遗憾的 事实上因为刚才前面提过 我们根本没有自治潜见的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经验也没有这个技术 就像我们造飞机一样嘛 你造了前面四架五架 你叫做各个系统的测试评估啊 所以他没有办法展现他的站立 那个测试评估我们到现在也没办法看到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测试评估的条件嘛 你要在岸上评估还要下水评估 那不得了的事情 那你现在这些训练的专业人员怎么样去operate 这个这招潜见 我们自己的海军有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员吗 我们也没有潜见学校 我们如何训练我们的潜见的官兵 来真正的去操作这种我们自治的潜见 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立法院要问的 这也没什么机密的问题 那因为我们国人是纳税人有权知道说 我们今天投资了那么大的一个能量进去 那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不会去问说 它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设备或者系统 这个太专业了嘛 但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2026年如果按照我们的期程 真正是做出来以后 它一定要测试评估 那它怎么测试苹果 告诉它的成果在哪里 当然也有人从另外一方面来考虑 就是说即使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政策调整 但是你等于是你前面已经丢了这么多钱下去 你头已经洗一半了 你怎么办呢 这个事情 那是不是还是应该要继续做下去呢 做到一个段落再来考虑 而且他们也会讲说 那时候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不是也要求要浅见国照吗 那这个时候批评民进党是不是 这样子也是不合理呢 你怎么回应对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问题既然已经浮上台面了 而且大家讨论也很多 其实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 尤其国防委员会的一些委员 都应该扛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来去针对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是他们是掌握预算的嘛 也是这个监督政府的这个政策的执行嘛 你是民选的民选的民意代表啊 那我们今天在外面讨论的话 没有人会理我们 没有什么力量嘛 没有调查权 没有预算权都没有 你有权力的人 你代表民意的话 你应该针对这个问题来做检讨 逐步的检讨去 因为我不能说这个往继续走下去 这是一个前坑 当然它是一个前坑 但我们需要看到成果 因为你投资报纸率跟它的效益 这是我们关切的问题嘛 我们前面讲的就是 你有其他的选项 投资少 但是它的效果大 那为什么我们不做 投资大 而它的效益小 或者是效益呢 达不到我们疫情的目标 那我们是要继续做 这个问题是本来就应该是在 政策的辩论上 甚至说是在立法院 在做这个立法机关跟行政机关 在讨论这个问题上 应该是公开透明的吧 这不是说你包起来 那我们也没办法去了解这个问题 包起来不会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非常的让人家忧心的地方 我想把这个话题转到另外一个 就是说这次人事调整 后来是把黄曙光调职国安会咨询委员了 然后之前的部长颜德花也调职国防 国安会咨询委员 这个国安会它的功能 究竟是在哪里 您也带过国安会 但是很多人讲说 蔡总统国安会 其实跟以前各界政府国安会都不一样 现在国安会的功能非常不脏 甚至变成很多人是就在冷冻库回收厂的 根本失去了过去的 他应该有的功能 这样的批评是不是有道理 当然我们设立国安会 国安会也是有法源的 国安会本身来讲 从秘书长副秘书长到咨询委员来讲 他本身就是一个幕僚单位 是一个咨询单位 作为总统国安政策的一个 幕僚的一个资源小组 那这个角色是非常的明确的 按照法律的章程的规定来讲 那当然三军统帅有三军统帅自己运用人士的一个方向 跟他的一些方式 那像过去来讲的话 每个秩序委员他都有他的一些专业 比如说有经济专长的 有国防专长的 有两岸专长的 因为总统的依据宪法是国防外交两岸 这三项是总统的治权 所以他的国安会的主持来讲 也是这个协助总统在这三方面 来进行这个幕僚的一个协助 所以三个秘书长都是有分工的 很明确的 就是外交国防两岸 对不对 那资讯委员也是有这样的分工的 因为资讯委员必须要去研判很多的一些资讯 来作为一个提供这个政策的一个建议 那秘书长上的是中整 所以每次 每个礼拜以前在前任政府的时候 我们都固定每个星期一就开国安会议 那相关的部门有时就提出来到国安会来讨论 那总统经过这个幕僚的咨询以后 那么大家去形成共识 然后来做成决策 那这是整个的运作的一个方式 那今天来讲 刚才您提到了 人事布局 那两位前任的这个 这个第一个是部长 第二个是总长 都认那个资讯委员 那再加上那个傅民事长 那那那他们的分工是怎么样 我也不清楚了 但是这样的人事布局在过去是未曾出现过的 那也是非常令外界人士的利益相看 是没错 那那那可是问题又出在什么地方 因为现任的部长跟总长 其实在每一个礼拜 过去的一个一个运作的方式就是 都会跟总统这个批示单独这个谈话 就所谓的军坛 军坛对 我们这种叫小军坛 部长总长每一个星期都会跟总统单独的进行小军坛 那今天国安会的前任部长担任资讯委员 前任总长担任资讯委员 在军中的文化来讲的话 他们都是前辈 那到底今天的部长跟总长 有没有跟总统有小军坛 我是不知道 那今天这两位军中的前辈 那你说今天现任的部长总长 要如何去跟他们互动 我也不知道 这个现象就让人家会觉得说另眼相看 就是这个道 对对国安部来讲 也会有影响 因为你这个是整个的一个咨询的过程 或者听意见的过程 那三军同帅要听谁的 他要听咨询委员前任部长的 咨询委员前任总长给他的建议呢 他就说每个礼拜小军坛的时候 部长跟总长跟总统做的建议呢 如果是同一件事情的话 那你如何去取舍 这个东西就有问题了 我想请问您 现在我转到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美国现在正在印太地区 举行一个很大的一个军事演习 这跟其他的17个国家 这个跟以前的环太平洋军演 是不一样的 那大家在猜测究竟这个演习 它的目的是哪里 是不是要仿效北约那样子 加强彼此之间的协调合作 所谓的军事互操作性 这个interoperability 你怎么看这一次演习的目的 这次演习是一个启动 就是说美国希望周边的国家 跟美国友好的 或跟美国同盟的国家 能够至少就是呼应美国 今天的印太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规划 尤其在军事上 所以当这些国家 不晓得他们是意愿 主动意愿很强 还是说是受到美国的压力 或者不参与 那事实上美国也要经由这一次的 这么大规模 这么多国家参与的演练 来评估哪些国家 它的军事的一个能量上面来讲 有哪些缺失 还是说哪些不足的地方 那你总要检验嘛 我觉得这是一个测试评估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 扩大规模的一个军事操演 跟实力的一个测试评估 那美国会经过测试评估以后 他要去选择性说 我今天要推动 我今天在印太军力的一个发展来讲 哪些地方是有破洞 哪些地方是有缺陷的 哪些地方是能力不足的 因为它的脑袋里面是有一个图像 美国国家不是有一个图像的 那这个图像 那要看它的伙伴们 盟国怎么样去 这个 在参与这个图像的一个建构 这个国家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必须要去做这个测评估 我觉得这次规模不一样演习的主要 目的在这个地方 那有些国家说 你这个演习要花大钱 我哪有这个能力啊 对不对 那这我觉得是美国是 藉由这样的演习 来收集一些实际的大数据 来修正它的印太战略 军事上的布局的一些 不足的地方 那个我看到外电报道 很特别的是 同时也有一个演习 是在美军内部举行 不仅是空军海军陆战队 他们一起来参加 来验证就是美国部队本身 是不是符合现在美国的 所设定的目标 这个目标当然是 有一个说法是就是以中国为假想敌 而且是验证之前 那个美国国防部印太助理事务 部长那个Retner 他所领导的China Task Force 他所提出来的一个评估 是不是如此 然后他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动 现在外面有一些报道说 可能开始从中东这一边的 他的资源要开始转移到整个 印太地区 甚至包括他的编制 可能都会有变 他们将来武器侧重的 这个程度都会有变 你觉得会怎么样来开始改变 美国从1991年进行扣弯战争以后 我们就是看到是所谓的军事事务革命的一个验证 今天美国拜登政府要从这个伊拉克阿富汗 这个要撤离美国的部队 把重心也往印太地区转移 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战略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布局 那在这个战略重新布局的过程当中 他必须要找一个新威胁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解放军来讲就是新威胁 那所谓美国的一切的准备跟作为 其实在欧巴马政府就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了 只是说现在来讲 美国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辩论跟这个修正跟这个准备 其实来讲他已经在进行所谓 我自己把它称为是2.0的军事事务革命 那这样就是要抵制中国 那他的战略的一个规划就是印太战略 那在印太战略的架构底下 那你军事周围是什么样 那其实美国其实已经是循序渐进的在做 所以你刚刚提到美国国内自己也在做一些 新的不同的一个军事的演练 跟他的军事的编制的一个转换等等 其实在这几年来讲美国做了很多很多 他的整个的透过这个测试评估 军事演练 你看他每一年在这方面所投入的资源 跟他的一个军事的一个作为 其实是非常的积极 非常的紧密的 所以我也不觉得说美国是在隐藏什么东西 其实美国其实是很公开的 所以那他今天来讲 他要横跨太平洋跟印度洋这两个大地区 这不容易的事情 这个跟伊拉克的中东战争是不一样的一个格局 当然要做一些必要的转变在一起 那包括他的前沿部署 还有他的那个这个后勤补保 那其他的国家你要了解美国的作为以后 你要跟得上你资源要拿出来 那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其实我刚刚就讲的这是一个测试评估 他做这样的一个规模的演练 就是要找出缺点 要找出缺口 找出哪些断裂 你才能够去fix它 才能够去想办法怎么解决 所以接下来他经过这个演练以后呢 他会跟各个国家的一些武装部队 就要讨论这个问题了 那其他国家也会有压力 就是美国他自己做了评估以后 你这个不行 那你这个要改进 哇那美国还是老大哥 这是最强的对 所以他下了指导席以后 你要做什么 那对美国的军火工业来讲 当你高兴了 为什么美国政府有作为了 那其他国家要精进 要配合美国来做 你看台湾买了那么多的武器装备 表面是讲的是说 加强台湾的自我防卫 你看代价很高啊 我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买这些新装备 而且这些新装备 都是精密的武器系统 维保维护专业的能力等等 都要有权力配合才行 不是说你东西送来以后 马上就能打就能够用了 不是这回事 还要好几年 花好多年的时间 去做这样一个投入 而且持续去你的投入 这个大家都来评估 那你要回头问问自己 我到底试得下 试得下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要跟进的话 我要怎么跟进 这都是未来最大的挑战 你说美国跟印太国家 17个国家在这里调整 互相来研究它的拼图 怎么样来拼 那跟我们之间 跟台湾之间 那要怎么样来合作 我们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我们也没有正式的军事合作关系 可是美国跟台湾之间 必须要有某个部分要做拼图 要来衔接 这样怎么样来做呢 其实已经在做了 你看美国所提供的精准打击的武器系统来讲 你没有美国的GPS管道的话 你怎么样去运作这些东西呢 不可能嘛 你一定要链接嘛 我们的F16V 或者是新买的66架F16 你那个要跟美国的美国的前沿的作战的那个平台 要有一些链接 不然怎么传递情报 传递一些资讯 这个链接我们是看不到的 但是它是会有回通的嘛 我认为它已经在做了 是说 就像你刚刚讲 我们又没有同盟关系 又没有这个共同防御条约 那现在不需要这些东西 这个在网络世界里面来讲 这些东西不重要 有认解就好了嘛 有问题就行了嘛 对 但是你要投资啊 你不投资 你就没有东西嘛 也不可能连嘛 对不对 那你还有专业人员 你听不懂英文 你怎么样 怎么去弄这个东西啊 对不对 你还是要有这些维护的能力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在 capability building的方面来讲 我们已经在做了 我们能 就军事力量的那个capability building 这已经在做了 跟美国所 配合它的印太战略 其实都已经在布局了 那可是问题是 我跟你没有外交关系 我跟你也没有 共同防御条约关系 对 但新造不宣 那我提供给你这些 这些链接跟武器系统 你能cover的范围有多大 嗯嗯 比如说呃台湾400公里的这个这个岛屿的四周 有多大的范围是你要cover 嗯 对不对 是只有西部台湾海峡吗 还是环岛的桌兵 可是可是这可是这个事情就是也不能够呃 讲好就好 因为你没有实际上演练 你没有经过这个军事演习的这个测试 其实呃这个里面是有明显的缺失的嘛 是不是 没有错 那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在什么地方 美国不能够明目张胆的 当你给你去在这个桌边做 呃那个Joy exercise 对对 但他会 双方之间还是有军事演员互反复通的啊 嗯嗯 对不对 他可以下下指导其实在训练你啊 嗯对不对 嗯他可以跟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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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并肩的看你怎么操作啊 嗯嗯他也不会穿制服但是反正西装一穿就过来了 嗯嗯嗯对不对 嗯那起码他要评估你你你你你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操作这些东西 嗯你的作战的概念能不能发挥这些武器系统的最大的效果 嗯嗯这他要自己要做是评评评评的嘛 嗯我觉得这一步已经在做了 我最后想问的是一个最近发生的呃一个共谍案呃我想呃您一定非常清楚就是呃一个周刊报导出来之前的国防部副部长现任刚刚调任国防大学校长张哲平据说呃他的有牵涉到这个对方派出来的呃共谍这里面的细节其实我也不愿意谈了哈但是呃呃 呃我想听听看您对于这个事情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处理会比较好 比如说他有安全顾虑那应该要怎么样子来做调查 现在用媒体的方式把这个话放出来让他呃这个呃 呃让他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处境这样子好像也不是很公平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做比较好 哎呃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第一个怎么去给一个周刊做一个独家的一个曝光这个事件的一个呃呃一个状况呢 我觉得这篇报道也是不完整但是也也做了相当程度的伤害 尤其是长官招呼部长的伤害是蛮大的 我要讲一件重点就是说 大家现在当然是在这种网络世界来说 一个消息出来以后 它会有千百种的一个crime 就是这种不断的变种 然后到后来这个问题跟这个现象 都被极度的扭曲 大家不问制度问题 我觉得制度问题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按照周刊的报道来讲 它已经经过五年的对它的一个 不能说是调查 其实也是说关切 那表示说这个问题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 那我也不相信说国防部是一无所知 在我带国防部认职的期间 我们也碰过 真的是碰碟 像罗贤哲 很大的 那也是我在主管的业务的范围之内 因为我们那时候有政战局 政战局也是我主管的 我们副部长在主管的 政战局有政三跟政事 国防二法以后还有总督 总督长是 国防部自己本身来讲 做一个监察 或者说做一个反情报的作为 或者是对于国军的 这个所谓的一个 忠诚度的管制 它是一个很严密的一个制度跟系统的 我不相信说政战局的政三政事 根本就是不了解这个问题 我也不相信说总组长是不了解这个问题 那如果说国军自己都能够启动 这样的一个监督的机制 或者是侦察的机制来讲 那么多年的时间 你对一个国军的高级将领不了解吗 没有作为吗 我不相信吧 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你没有任何的实际的证据说 他有做过什么事情 有重大的行为的挟持 甚至于说泄入国家的机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不可能这几年来还被总统重用 政府重用 对不对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里面 就说到可能跟人事斗争有关系 但这个节骨也突然冒出这个东西来 对他个人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对国家又是一个伤害 那对国家真的有什么好处 我都觉得你要如果是为了一个人事斗争 这么一个狭小的一个 一个权力的一个布局 而做的这么大的一个伤害的程度 我觉得是非常遗憾 其实这个事情 我觉得对于张志平本身 这是一个非常不公道的 他没有任何的机会能够辨白 他其实根本没有这个共结的嫌疑 你也没有审判 你就是用媒体的方式 他到最后连他自己证明 他清白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个其实是蛮不公平的 不仅是不公平 而且我是觉得对于国军的忠诚跟士气 是有某种程度的打击 是 我们讲一个玩笑话 中共已经达到他的目的了 没有错 没有错 对不对 他根本不出手 你自己就自己就自己拿刀子划一刀了 对不对 人家 人家真的是 对不对 这个是借刀杀人 那真的是很高明 这个事情 我想如果是没有给他一个公平 还他一个公道 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来讲 是不是非常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杨教授接受我们访谈 对于这个之前 我们在建军方向上面 对于美国跟我们的合作方面 都比较清楚的那个理解 谢谢 谢谢杨教授 谢谢龙龙修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